壯元郎劉建平被封為湖廣暗茶室 得知自己未來大舊嚴白居犯下殺人罪行 社宴勸導卻被推入湖中 心中滿是懊悔 決定甘茂取判欺君罪名 再次升堂審判 我願希望你能夠解釋阿貴賊 想不到 一定能辯奮到的 取判季被收入為歌仔戲的教科戲 32年前演出時獲得熱烈迴響 由國家文藝獎得主唐美雲 與人間國寶小咪老師飾演兩大要角 如今重新搬上舞台 上半場由小咪飾演岩白居 下半場由唐美雲飾演劉建平 手把手將角色精華傳承給中青代演員 這個是當時的經典好戲 而且在當時其實很少有劇團在演出觀場戲 所以以河路而言呢 他們其實當時最擅長的就是觀場戲 所以當時推出的時候非常非常轟動 事隔這麼久了 其實這齣戲雖然沒有人後續在演出 可是呢其實他的傳承沒有停止過 就是譬如說有在學校當成教材 再傳給學生 教學生 那再來就是在今年這個特別的時刻 因為我們劇團呢其實每一年都推出新戲 而且每一年的故事都是原創故事 那對於我們而言呢我們還有在做傳承 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年輕人 他們可以參與演到以前的經典好戲 所以呢我們就覺得驅盼劇是一齣很好的題材 很適合他們來傳承這齣戲 所以呢特別感謝咪姐 她這次跟我我們兩個人一起聯手 就是我們各自演不同的角色 然後來帶著這些優秀的年輕人 其實咪姐在上次的原版的驅盼劇呢 三十多年前她演的是漁夫 她演的是這個角色 然後後來咪姐也有演過我這個角色 那這次呢她更是很大的挑戰 她演的是一個大壞人 對也不是大壞人就看似反派 可是其實就是很有人性跟著個性走的角色 所以對咪姐而言又是一個新的挑戰 期待更多觀眾朋友們可以走進去場來感受驅盼劇當年的魅力 為什麼那麼樣的轟動 那經過這麼久了我們再度重製這齣戲呢 為了符合現代觀眾看戲的習慣 我們其實有把她腳步加快樂 就是讓她更精彩更精湊 對所以看過的觀眾朋友既會有熟悉感 又會覺得很新鮮 這回三十幾年還在演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很有內心的那個挑戰 真的說明的就是壞人就對了 不過很有戲份 很重 責任很大 要傳承給那個下一輩的學生 支持我們的責任 畢竟是老師也比較會生 都是要怎麼放怎麼放 工夫要放給他們 這樣就傳承 曲叛季由唐美雲歌仔戲團 五代演員共同演出 唐美雲老師表示 創新不易 但演出經典壓力更大 除了在現代劇場技術 與神光科技的輔助下 為觀眾帶來全新的關係體驗 更希望透過演出經典劇目 讓演員們挑戰自我 挑戰性很大 那剛剛老師有講到 這是以前就是在學校的題材 對 所以這不只是單單是老生的一個 磨練老生的所有的唱腔或身段的一齣好戲 老師教了我很多一些壞人要有的情緒 然後因為又是被寵壞的孩子 所以呢又內心也是滿堅牢的 其實他也沒有到非常壞 只是不想做錯事 對 因為敲了演出就是 他是沒當過壞人 然後我是沒生過小孩 對 然後又要飾演一個很寵愛 就是小孩的母親 然後他做錯事了 其實我們私底下已經幫他 暗卡了很多事情 但是因為這齣戲 就是裡面剛好有講到老師的角色 就是自己的親人之間 然後就是已經是做了很沒天涼的事情 對 所以不得不就是放手這樣子 那因為老師說是就是傳統戲 所以裡面有很多傳統的唱傳 就是也是老師說給我們的壓力 就是要把傳統跳要唱好 對 內心很多的感動 不行這樣講 就是其實老師在學校教我們的時候 就是也是手把手帶著我們 可是那時候我們很年輕 那現在當然經過了一些人生的歷練 比較不一樣 再次老師又手把手帶我們 那個意義對我來說 很重大 真的 所以很感恩老師 不管是創新或傳統 一直以來都帶著我們 他從來沒有 其實我也說看老師們演戲 因為年輕人很容易突然就放棄 可是我常常看老師們的背影 我覺得我們遇到的很多事情 不算什麼 真的 所以就會一直很想跟著老師的腳步 一直往前走 然後也很謝謝老師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可以再展現傳統戲曲 不只只有創新的 然後傳統的部分其實是真的很磨戲 越是經典 越是傳統 越是困難 我等於是打掉重練 雖然說我們以前都學過 大概都熟悉 可是真的精髓這種東西 在老師的身上 我們才能一點一點的挖出來 取救人心 叛骨建金 取叛季將於12月1號到12月3號 一連三天在城市舞台演出 邀請戲迷們一同感受 老戲傳承 歷久彌新的眷有風采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我們早點進去 我們好 走 走 走